这两个小孩充当大头鬼深夜在街上唱戏 殊不知早已被邪术之人盯上 下一秒恶人还没出手 反被俩小孩联手打得遍体鳞伤 再看原来这两个小孩是个老头和小伙伪装的 而这一招就是西门顿甲中的易容术 老头名为罪盗人是老天师的师弟 他虽武艺高强法术精通 却被派去看守天牢 不是因为里面关的是重犯邪圣证 而是他生凭爱酒贪杯被惩罚致死 可即使如此 罪盗人依旧我行我素 变着法的偷喝酒 这日他把酒葫芦的酒喝完 直见他撕下墙上门画 卷成吸管直接插入墙中 神奇的是还真的有酒流出 小贝也是拿他没办法 嗜血如命的邪圣证是罪盗人放出的 一日他又没酒喝 于是他用奇门顿甲之术 制造出一比一克龙人守门 他则跑出去打烈酒 小伙名为游白云 他的法术功夫都是祖传跟阿婆学的 因为要传宗接代的问题 他被逼离家出走 外出找媳妇 两个人确实有缘 一个找酒一个找媳妇 就这么遇上 醉盗人走后 邪圣证徒弟找上门营走师傅 他捏手捏脚控制金丝猴 先是毒云克龙人 又用猴子倒挂金钩拿他钥匙 门内处处是机关 为了防止警报气响 他不惜被火烧 遭鼓棒敲打 终于跌跌撞撞来到师傅面前 他朝着师傅丢出一弹血 师傅当即恢复战斗力 徒手掰毁 牢房逃离 好不容易逃出来 邪圣证势必练成九阴童子剑 杀死老天师复仇 而练此功法需要 找九个生辰八字 全属阴的童子鲜血 再杀七七四十九个小孩 师傅虽不忍 但武功不及邪圣证 绝招吃焰神火 更是打不过邪圣证的九子连环 还被牢牢控制 动弹不得 只能妥协用女儿招续为由 等待生辰八字 全属阴的童子 字头罗网 而由白云来到镇上 见到女人就上前搭讪 却不想对方是大肚婆 险些喜当爹 又跟心思不正的术士 狠狠较量一番 术士用邪术 害人骗钱 他一招就破掉其阵法 二人斗法 他烧符纸 变辣椒水 辣得术士直冒烟 又用小黄纸人 射穿 术士鼻头 围观群众对他的法术 五体投地 纷纷推荐他参与 李教主的招续大会 他的女儿小爱 只看半张脸 就倾国倾城 让人动心 游白云本无本事 于是凑热闹来到 沃龙岭 无意间瞥见小爱 当即下定决心 一举拿下 取回老家 比赛要求 就剔除掉一大部分人 不是处男不行 身成八字 不是全属阴也不行 恰好的是 游白云正符合条件 比赛仅有三人参与 只需赤脚 踩过钢钉板 越过火圈 穿上特别定制的新郎服 就可以把美人抱回家 胡子哥第一个上场 前一米靠着一里称晚 下一秒刚跨过火圈 脚掌就被刺个脚新娘 淘汰被人抬下场 第二位看样子 有些功夫底子 可是 假把是光说不练 直接弃拳 终于轮到游白云 游白云自小不仅懂 奇门顿甲之术 更是习得一身毫无功 运气 背部朝丁 一套行运流水 很是轻易穿上 新郎官衣服 被领回棚中 抬头看见小爱真实面貌 原来小爱奇手无比 半脸都是猜忌 游白云集中升至36G 走为上策 小爱好不容易有个丈夫 他自然不会错过 便一路猛追死打 打得游白云直升裤衩 满大劫的跑 面对小爱的穷追不舍 游白云涌出一荣术 金蝉脱鞘才躲过一街 游白云来到一所荒庙中 正巧发现条裤子赶紧穿上 也就是在此地 他遇见罪盗人 刚洗完澡的罪盗人 见裤子不见 甚至生气 二人撕打一团 却不分上下 两人最终决定 喝酒定胜负 罪盗人酷爱喝酒 物以输下 花式喝酒毫无痛快 正喝到高潮 小爱竟流追上 两人也算不打不相识 成死党 在罪盗人的帮助下 游白云钻进罪盗人的身体里 一招掩人耳目 二人逃之夭夭 为了报仇 游白云也毅然决然同意 帮罪盗人抓妖人携胜症 二人开着七轿玲珑车 便踏上了抓妖之路 途经酒馆 罪盗人迈不开步子 被吸引进去 没成想这一切都是小爱的阴谋 小爱用酒成功让 酒盗人成媒婆 当晚在酒盗人的牵线下 小爱才跟游白云和解 此时 邪生症反倒不请自来 一首曲子 控制毒血缠杀人取血 毒血缠 牙口锋利 一嘴咬烂 桌子板凳 身体如同铁甲一般 刚眼无比 罪盗人被追得爬上柱子 二人都没有办法 毒血缠还会吐硫酸 就连背部也会放硫酸 小爱不及二人伸手 没有躲过 脸上太近 指出正中硫酸 痛苦倒地 罪盗人放出一把迷烟 三人躲在桌下 游白云用腰带 使出幻光 顿影术 当即隐形 这才骗走邪生症 看着满脸硫酸 彻底毁容的小爱 游白云有些许自责 罪盗人 却担保可以医治 说干就干 罪盗人 把小爱瞎晕倒 用银针 把毒逼出 扎破 随后拥用药杀夫上 等天亮 罪盗人用一根头发 褪去老皮 小爱尽 因祸得福 胎气消失成大美人 游白云见到 瞬间转变身份 成田狗 晚上 岳父大人找上门 还没等游白云拜见 李教主直接使出绝招 赤焰神火 游白云身上着火 插进水盆才灭火 顺手拿起衣服 拧出水 灭掉火掌 手上有水 李教主便跳上房梁 用金丝控制火傀儡 火傀儡一脚踹飞一个 连小爱都不放过 火傀儡会喷火 谁也打不过 罪盗人争风夺秒 就地取栽 制造出水龙枪 管子接到井里 利用压力 水龙喷水 压制火傀儡 奈何水压有限 没撑多久 水龙就被一分为三 游白云机灵的 把酒填入其中 喷上火傀儡 火傀儡一喷火 便当场营火自焚 李教主也摔下落地 小爱挡在其身前 李教主得知 小爱的脸是 罪盗人治好的 随即气暗投明 说出邪生证 藏身之地 白骨洞 二人开着七窍玲珑车 来自白骨洞 果真 邪圣正隐匿此处 大弯照面 邪圣正便吹响 魔音销声 唤醒毒血缠 好在罪盗人早有预谋 带来流氓乐器 一番组合奏业干扰下 邪圣正销 当场炸裂 毒血缠也不听使唤 还欢快跳起舞失控 邪圣正上前阻断 毒血缠恢复神志 一嘴咬断 七窍玲珑车头 却不成想车头是个炸弹 醉盗人邪白云扯到洞外 一声爆炸声 洞穴掉落大时 却不见邪圣正踪影 二人纷纷以为邪圣正被炸死 邪白云还跟小爱举办其婚礼 殊不知邪圣正 混入其中 还假扮成新娘 洞房中 邪白云接吊白布 二人便撕打一团 从桌子上打到床上 没了法宝的邪圣正 武功也不赖 就连邪白云也打不过 逃至阿婆这里 阿婆家中警官众多 先是拉下绳子 困死邪圣正 关门打虎 递给孙子 保弃扇子 邪白云出手瞬间 扇子一会儿变短匕首 一会儿变长宝剑 邪圣正落落下风 使出绝技九命连环 趋势逆转 打掉 邪白云保弃 邪圣正 花环掏月 隐藏杀机 三个环一连 困住邪白云最盗人 可阿婆卓时事 世外高人 以环破环 暂且解开三环 邪圣正环环在手 天下无敌 用出五星环 再次困死二人 一嘴就咬上邪白云 命在旦夕间 阿婆再次解开 忠心一味 破开五环 邪圣正 只好使出九子连环 邪白云试图用绳子 困住邪圣正 怎料反倒给自己 徒增麻烦 最盗人被环环相扣 自己也被绳子 困入其中 关键时刻阿婆给力 破除九子连环 还反把邪圣正 困入环龙 手提砍刀 邪圣正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败给一个老太婆